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作文英文起讀 看這個照片蠻可怕的 你看這個女人嘴巴這邊好像怎麼腫一塊出來 這男的看起來似乎也是 所以這是一種職業傷害 這是一個occupational hazard 所以這個詞我們算是還蠻常看到的 所以你的職業上的一種職災或之類的 我們看一下是在做什麼東西 他們到底做什麼工作會讓臉整個變形呢 開頭第一段說的是 although match stick making sounds like a straightforward job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ing around the materials used to make them were devastating 第一句結束 所以他是一個雖然的句子 雖然怎麼樣然後後面是但是怎麼樣 那雖然什麼東西 雖然這個match stick making 所以他的名字是在這裡 也就是做火柴棒 OK 那我們講說一盒火柴 一盒火柴的單位詞是book ok 他像一本書一樣 很久以前他的確是可能折起來這樣可以打開 後來還有火柴盒 好這個不扯 所以這個做火柴棒聽起來像是一個很直接了當 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工作 so it sounds like a straightforward job 然後他的後果 the consequences 動詞 後面這句的動詞不太好抓 你看到我們再讀一次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ing around the materials used to make them were devastating 所以動詞在 were 它是一個B動詞的句子 後果是很糟糕的 so the consequences were devastating 什麼 consequence 複雜的 consequences 就是working around the material 所以你去處理這些材料的後果是很糟糕的 所以處理材料的後果很糟糕 所以就處理材料有一些紙栽在裡面 那working around the material 後面加一個use to make them 這在幹什麼 所以這事實上是省掉的關帶 所以這些material是被來使用 然後來做出火柴棒的 所以這個them就是前面的match sticks 就是火柴棒 如果我們把這個關帶結構還原 而且代名詞不用 我們把代名詞變成原本的名詞的話 這句讀起來大概是 the consequences of working around the materials that were used to make the match sticks were devastating 好希望這樣聽懂 所以被用來製作火柴棒的材料 那你去處理他們 它的後果是很糟糕的這樣子 第二段 開始他就說match sticks were made in factories b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labored for 12 to 16 hours a day 所以火柴棒是在工廠裡面被做的 可以被誰做的 女人跟小孩 所以可能那時代不一樣 那他們一天工作12到16個小時 所以這個工作甚至可以用labor這個字 labor本來講勞動勞工之類的勞動力 那他也可以當成動詞 所以他們會labor12到16個小時 而且他會involve 這個involve我剛剛看了半天 我覺得這個句子involve這個動詞 他的主詞其實沒有搭配對 但我也不講究了算了 不要去挑剔人家文法 所以這個involve 所以這裡的主詞應該是match stick making involve 後面這件事 好牽涉到了什麼什麼事 那前面的主詞不應該是火柴棒 應該是做火柴棒這個名詞 好算了 說不挑剔他還是囉嗦了一下下 好啦不管了來 所以他會involve什麼東西呢 dipping the wood match sticks into a phosphorus solution 所以你需要把這個泡 把他那個一根根的這個木頭的火柴棒 泡進去什麼東西裡 所以dip這個字就是泡在什麼東西裡 那他也可以用在像例如說沾醬之類的 我們可以叫他一個什麼什麼的dip這樣子 dipping sauce沾醬這樣 好anyway 所以你要把這個火柴棒泡在一個 這個phosphorus solution 那什麼是phosphorus 就是零 OK我們講什麼零化物 所以泡在零裡面 那問題呢 就是你如果曝露在零的這個環境中的話 會有產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叫做fossy jaw jaw是下巴 就你下巴就被零給污染到了 那這個也有中文詞 我剛才找了一下下 所以fossy jaw是什麼 他在1906年就已經禁了這件事情 所以歐洲各國禁止使用黃零 就零 加上黃色我也不知道什麼概念 然後呢 到了這個 反正到現在就是全世界都禁了 就是火柴已經沒有白零也沒有黃零了 那以前呢 就會有一個這個製造功能的職業性疾病 就叫做下海骨壞死 好 叫做fossy jaw OK 所以這是我們的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它列出來的一個 就化合物引起之中毒認定參考 還蠻酷的 所以這有翻成中文詞 好 所以這邊的problem was that too much exposure to phosphorus carried a specific risk 暴露在這個零的環境中太多 它就會有這麼一個很特定的一個危險 就叫做fossy jaw 它到底是什麼呢 用英文來解釋 Essentially 基本上來說 fossy jaw was a physical ailment that caused the jaw bone to completely rot 所以簡單說就是會造成你的下海骨整個就爛掉就是 所以下面這邊這兩個照片就是他們下海骨爛掉 好 最後一段 the disease was known to spread to the brain and cause an excruciating death unless the afflicted jaw was completely removed 所以這個disease呢會傳到腦袋裡面去 然後造成很可怕的很極度的 這個excruciating其實就是多半生來描述痛苦的 那描述死亡也OK啦這樣 所以我們常看到搭配的詞就是pain excruciating pain 常看到 那它這裡改成了 它會造成一個excruciating death 除了這一個被感染的下巴 被完全的移除掉 那你可能才會有可能沒事 可是也不見得一定沒事 所以最後一段 最後一句說的是 even with jaw removal survival wasn't assured 所以即便你把下巴拿掉了 你能不能活下來 也不見得是能擔保的事情 那這裡這個afflicted 就是被影響到的被感染到的或之類的 unless the afflicted jaw was completely removed 好anyway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很可怕的一個東西 那很高興的是這個 隨著科技進步 我們知道這個會造成這個嚴重的後果 現在大家就禁止了 所以不再有falsy jaw了 好來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